好,有个朋友给了我们一堆ETF 好,四个而已 2845、3132、3162、2839 他说这些如何排位? 不如哪一只你最建议? 2845、3132、3162、3162和2839 OK,我里生有3162和3132 是,那我们先回答这两只吧 好,3132主要是半导体 这只我会称为元宇宙的ETF 你说3132? 3132是三星环球半导体 这只持有很多NVIDIA 都是相关半导体的龙头 美股那边 你看到近期都是炒着那堆股票 你看到它昨天也创新高 是 就是贴近新高 但很新的332是吗? 是新的,出了大概两个月左右 是 我觉得这只就是大家不敢高追尾股 但又想试一下元宇宙 那你就试一下这只 它除了NVIDIA之外的持仓还有什么? ASML 和TSM 都是香港人爱股来的 是,都是,你说得好,香港人的爱股 是 但又不敢搞的 因为升很多了,很害怕 那你又是分散风险 你用3132去做一个操作 另外就是3162是吗? 你说你也有持有的 也有的,这些是智能駕駛 就是3162和2845都很近的 就是GX中国电车 都是电动车 或者应该有整个电池 相关的行业的一个产业链 我觉得分别都不算太大 我觉得你又是看赛道 我觉得这两只都对赛道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又是分住级纳 看中长线之选 另外就是2839 刚才说了,2839 就是华夏这一只新的ETF 又是看好明年A股的行程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还有这只2839 它的优势就是说 它的管理费很便宜的 就是在整个同行之中 最便宜是它的 就是如果你说Trak这个指数的话 这个就利好它可以做一个中长线 因为中长线 如果你说管理费便宜的话 那你坐下去就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管理费相对比较贵 就可能比的洗费会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那个回报有没有那么好 不好啊